老母的弟弟的老婆叫什麽呢? 就是蓋帽,正所谓天上雷公,地下求公 要尊重求婦的老婆,知不知? 那两姐妹的老公互相称呼对方 或者合称又叫做什麽呢? 哦,两老耕年耕 那你又知不知道兄弟的老婆之间 这种关系叫做什麽呢? 我们叫祝李,难道不是全国统一的吗? 那在广府地区有句老话 入屋叫人,入了拜神嘛 但是如果入到屋,不懂怎样叫人 好像真的有点失礼 不过也很难怪,在广府地区 有很多辈份称为真是千奇百怪 例如把儿,屎夫,叫做媳婦 或者媳婦 又或者两姐妹的老公 互相称呼对方做老耕年耕,耕兄弟 因为耳耕相连 不过最棧鬼的目过于 将父亲叫做老豆 但是也有些人将父亲叫做 阿爷,白爷,阿奶,阿叔,阿哥 阿妈都不一定是阿妈的 有可能将自己阿妈叫做 阿嬸,阿娘,阿嫂 阿咪,阿奶,阿母 阿咯,怎么这么乱啊 就不能好好叫爸妈 那为什么不直接称呼自己父母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迷信 因为在旧阵市生很多见弟弟的 又怕弟弟的样子不大 又怕弟弟和父母的八字相冲 所以专专叫歪点 不直接叫自己老豆老母 不单止广东地区有 广西,敏南地区都有这个旧族 如果你家乡都有的话 留言留下座标 分享下你怎样叫自己的父亲母亲 第二个原因 将自己老豆叫阿爷,阿叔 将自己老母叫做阿娘,阿嬸 其实这个是跟上一辈的叫法 旧时三代为一家不分家 生很多个儿子 一个儿子,两个儿子,三个儿子 是一个大家庭来的 大的就叫做阿爷 小的就叫做叔 举个例子 如果你老豆在兄弟当中 排第一的就叫阿爷 排第二的就叫二叔 排第三的就叫三叔 如此类推 所以有句说话 老豆当二叔就是这样 但是二叔都有机会做阿爷 假如二叔的弟弟有子女 二叔的弟弟的子女 就会把二叔叫做阿爷 但是最小的那个拉叔 就永远都不可以做阿爷 只可以做阿叔 因为最小是他嘛 阿叔的老婆就是叫阿嬸 爷就是对应良 这些叫法就是这样 明解嘛 明解的打168 不明解的打169 专门的你出来再说多次 重点说一下 我们天天叫的老豆 原来一直都写错 习惯将他写成红豆沙、绿豆沙的豆 一看就知道 这个和老豆没什么关系 所以只不过是这阴字 也有人写成月字头这个斗 这个斗字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是指孔、动的意思 例如说鸡斗、狗斗就是用这个斗 第二个意思是指某些器官内部 塞进去的部分 例如说被斗 第三个意思就是用俗性事 例如说斗性 有人说将父亲叫做老豆 其实是和斗燕山有关 因为斗燕山教子有方 所以个个都将自己父亲叫做老豆 不过这个只不过是民间谣传 他教子有方 又不代表个个都要跟他姓的 其实老豆的本字是老头 那这个头字古音可以读 头、陶、斗 你可以留意一下老一辈 将头壳读成吐壳、头壳 所以将老头读成老豆 只不过是保留了古音 那是不是拉埋都可以叫老豆呢? 不是的 老头的意思有三个 第一个是指容颜以老的人 或者是年老的男子 第二个是指父亲 中国有很多地方都会将自己的父亲 尊称做老头 不过在天津、辽宁、河南 说的老头指的就是老公 所以这个老头是范子老人的意思 但是不同的地区 子代的人就有区别了 不过有时候也都会将自己的父亲叫做老坑 老坑是对年老男子的统称 男的叫老坑公 女的叫老坑婆 有时候年老男子都会自称自己做老坑 但是叫了几十年了 你又知不知道老坑怎么写呢? 其实本字就是老坑 在这间四川重庆等地区 都会将自己父亲 叫做老坑 你试读一下 坑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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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 发音是很相近的 关于老坑的出处有好多了 看看西游记第59回里面有记载 掌老麦罪 我老坑一时眼花 不识尊眼 所以我也同意 老汉就是老坑的本字 第三个就是いる 妈妈、大佬或小佬的老婆 即是琴帽 舅父的老婆 琴帽亦有人叫沉帽 舅父、舅母亦有人叫丑父、丑母 如果你家乡都是这样叫的话 留言留下座标 将琴读成沉 或者将寇读成丑 其实都是变音 相当于将昨日说成昨日都是一样的 至于大琴者就在婚礼接触的新娘 教她怎样做怎样做的好命婆 北方人就叫做善良慈婆 不知你家乡有没有这种习俗呢? 还有个赞鬼的叫法 我们一直都没有写对的 就是将耳屎夫叫做媳妇 也有些人读媳妇 也有些人叫做媳妇 其实本字就是媳妇 这个叫法其实在古时候就已经有 在《遗冊国策》里面有记载 为人迎媳妇 只不过是粤语、吾语、敏语、客语 保留了古汉语的叫法 如果你家乡都是这样读的话 留言告诉我 好了 今期暂时跟大家分享着这么多 如果还有其他赞鬼的辈分称谓的话 即管在底下留言 留下座标 那今期的问题是 这两个字用粤语怎么读 这个叫法 在广府地区是怎样叫的呢? 刘的言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